马太福音第十七章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说 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他 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 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跪下,说 主啊,怜悯我的儿子 他还跌闲得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 哦,这又不幸又卑谬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 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 不能做的事了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祷告进食 他就不出来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到了加拜农 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 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 彼得说 那 他进了屋子 耶稣先向他说 西门 你的意思如何 世上的君王 向谁征收关税 钉税 是向自己的儿子呢 是向外人呢 彼得说 是向外人 耶稣说 既然如此 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但恐怕触犯他们 你且往海边去钓鱼 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 开了他的口 必得一块钱 可以拿去给他们 做你我的税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